字幕提供 並不會說哪一張比較強或哪一張比較弱 只是先後順序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覺得並不是這麼的 一定說要把誰哪一張放到前面去 不過從預選賽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那個小美冰淇淋這隻就很常拿長城 這張賽要出來打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對這張賽 還是有一定的一個熟悉度喔 對 那我覺得一切都從頭開始了 好 第一張 城鎮萬里長城 目前以我心目中B組來講 我個人覺得最扛的三位選手 一位平級派另一位艾瑞克 今天表現雖然比較不張 但還是依舊我心目中的幫助 那這裡平級派有沒有辦法表現出他的價值呢 目前第一張賽到城鎮萬里長城 對 這邊的話是直接上到了一二名 果然是我們邏輯區的一個雙箭頭 看來他們是有備而來喔 對 雙王組合再度登場喔 反倒是另一邊的王牌 另一邊的王牌組合 11跟EV勝利方程是掉到的第7跟第8名去了 對 尤其EV是落後的比較遠 小貓這個失誤有點帶到阿伯 那這樣的話 這一場我們的品牌商看過來 看起來是滿有機會的 想要報仇的心態顯露 無疑喔 小貓選手要去挑戰平氣派跟夜明選手壓力稍微有點巨大 阿伯要趕快出來給一點幫助了 對 那這樣的話這邊的路線來說 夜明不斷的在干擾我們的小貓的路線 內線 哇 這個走一個太內線 反而是發生失誤了 阿伯很快的上來了 但是這個位置兩邊貼的有一點進 哇 危險這個地方是成功避開了對方的路線喔 對 那這邊的話阿伯能不能給予對方的一個穿箭頭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就看一下進到第二圈的一個部分 但我們要注意一點喔 在中段名次中 EV選手雖然落後的比較遙遠 但是小貓跟11還有阿伯 要是有機會把夜明殺掉拿到中段名次的話 還是有機會獲勝的 阿伯這邊的話很TA 我拼了拼了 然後第二名小貓也上來了 這樣到名次還有一點點的逆轉的機會 拿到2348的話 則會是由不講武德錯勝 所以夜明跟雨滴就得想辦法卡住11的位置 對 那這樣的話 究竟後面的一個夜明 能不能守住中段名次 以及阿伯能不能給予平齊派一個壓力 中間的234很重要 12名也很重要 12名之爭 內切 內切 哇 平齊派扛住了 平齊派扛住的情況是2358 第七名沒有辦法 把握住因為EV實在落後的太遠了 我們恭喜第一場比賽 由代表邏輯區的品牌商 看過來 平齊派扛第一名 幫助自己的隊伍拿下了首勝 哇 果然是強強之爭啊 一開始我們小美冰寢 其實落後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一度也是靠著阿伯跟小貓的一個 配合佔據的中間的名次 那夜明這個點很重要 因為如果他掉下去就額然死了 就沒了 所以夜明也是有扛住這個中間的名次 第二個關鍵點是平齊派的領跑 非常非常的穩定 阿伯其實已經一度逼近到平齊派的後方了 他還是撐住這個領跑的一個關鍵喔 對 不愧是最扛的男人之一喔 在這個地方的表現真的是沒有讓人失望 那小貓選手的表現其實跟夜明也是不相上下 11選手雖然一度有機會去挑戰第4名的位置 但這很可惜在後續受到衝擊 在受迫性失誤的情況下 拉開了一段不小的差距 就沒有辦法拿下第4名的位置 幫助隊伍取得 所以他EV更是不用講了 從開局就直接落後十分遙遠 整場比賽基本跟他無緣 對 確實這場就是以大局觀來說 來看的話是三打四 對 所以EV一開始就不見了喔 那這也是 呃可能在我們的那個小美兵型這邊的話 可能需要去注意一點是 一開始就是 如何避免一個人掉到那麼遠喔 對 這點部分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點 因為有的時候像這種 賽道一旦你一開始落後太遠 因為我必須老實講 萬里長城其實一開始要發生重大 一旦一開始的彎道發生重大速器 那個氣量跟速度造成的傷害是蠻大的 對 通常除了一開始雙端會撞到旁邊的角之外 再來是一開始的左彎接右彎 都會發生一些比較就是碰撞性的一個發生 我猜EV可能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被卡到旁邊去 讓他們1比0領先 究竟能不能持續保持下去 第二章賽道 這裡的話我們有沒有辦法2比0又或者是不講武德 小米冰淇淋這裡有機會贊成1比1的平手 基督保持CNC安迪2分03秒76 今天比較可惜基本上都沒有看到刷紀錄的狀況 對 通常都落在2分04左右的成績 這個段位好像好像這個平旗派跟那個抓抓魚 是卡到旁邊那個角 剩下夜明一個人在前面 喔 這個畫面其實對邏輯巨二役不是一件好事喔 夜明一個人打第一名而且領先的距離不算大 情況下後面其實兩位選手落後的有點怨 對 哇 那這也是我們的那個小美冰淇淋 最想要看到的一個局勢就是 讓他們的那個四組力在前半端的一個部分做攻擊喔 對 尤其是他們的雙王組合 其實目前一個在第二一個在第七 其實落後的有點遠 對 差距的有點遠 雨滴跟夜明上來了 這個潔淇點究竟會不會發生車禍的內凹 兩邊都沒事 這個地方雙方都過得很穩健 其實後面七八名的位置也拉了上來 平旗派其實一件件逼近了第六名搭配 對 進到這個右投票區域 兩邊都很接近 平旗派也上來了 目前還有得說 必定這單算是一個長賽道的尾流賽道 在這種情況下小貓要來逼夜明的車 但是夜明非常的穩固喔 沒有讓出自己第二名的位置 甚至還在這裡卡小貓 對 十一跟夜明 這邊的兩個阻力的對決 不過這邊小貓持續攻擊 對 夜明兒也很不好受 甚至就連EV都上來了 被兩人夾擠的情況下 這裡小貓跟雨滴好像兩個人都掉下去了 碰在一起 對 那這樣的話也是讓我們的十一跟EV雙箭頭又成型了 就看一下夜明能不能突破這個雙箭頭了 但是夜明跟平旗派也已經上來 只是落後的有點遠 只剩下夜明一個人要去對付十一跟EV了 對 這個看一下夜明最後能不能吸了幾個尾流 讓這裡的名次上升一點點 不過前方是頂跑非常快的 十一跟EV 雨滴跟小貓這邊也在競爭四五名 一旦一二名被拿下來 後續的名次就不重要 夜明選手的第二名至關重要 這個地方 二四六七 對 關鍵的夜明 哇 太貼了 太貼了 情況下這個地方 外圈內 直接跟EV外圈內 直接卡住的位置 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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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伍是來到了四五六名 對 真的完全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 哇 那這個結局我覺得對於小美兵器來說是非常非常的傷啊 因為他們目前是壓彈被對方停牌 那個壓力是無比巨大 打成金自己的手下敗將 在此時此刻讓自己落在了掛壓彈的邊緣 那心裡肯定是非常不好受的 對 哇 那其實我覺得 EV後半段的一個判斷是正確的 我覺得讓出那個第二名去做一個 就是二三名之爭我覺得這還蠻怪的 我覺得最比較肥瘦是後面的那個阿伯跟小貓 因為剛好鏡頭沒帶到 他們直接掉到七八名的位置 是他們沒錯 就是 報仇 其實君子報仇 時間不完 兩週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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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十年 兩個禮拜就給你報仇 給你替回來 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我們的那個小美兵器林還是有機會逆轉這場比賽 對 因為今天我們其實看 雖然還沒看過 但有看到一場差一點讓二追三的比賽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結果怎麼樣都還不好說 是 雙方的第三場比賽 這個地方究竟誰有辦法拿下來 究竟邏輯居會3比0帶走小美兵器林 還是小美兵器林有機會搬回一城呢 哇 這個失誤了 被一個0刀主動心失誤 讓我們的平棋派給補上第一名的位置 這裡的話 平棋派補上來 但是EV在挑戰他的位置 兩個人卡在一起 非常的緊喔 對 那目前的話 小茂是落後了好遠 這個名次 我們少上一場比賽才出現過一次 對 看得出來目前小美兵器林 是還沒有把賞給找回來 不過 比賽還沒有結束 平棋派這個跳台 很貼 這個地方 雙方的位置 EV的位置正在做調整 其實受到平棋派的衝擊 應該是蠻不好過的這個地方 喔喔喔喔喔喔喔 拉回來了 我都為他捏了一把冷汗了 非常極限的舊車喔 對 這個舊車很漂亮喔 哇 那也逼近了我們的EV選手 甚至還超車拿到第一名 但是兩個人呼吸尾流的情況下 平棋派卡的位置算是挺不錯的 成功卡住了EV前進路線 但是這個內線並沒有守住 讓EV拿回了首位 對 那雙五組合在後面 二三名的就是 敘事待發在追著我們的EV選手 平棋派跟葉明也來到了二三位 但是十一個阿伯也在後方虎視 單單就進 一四五八 每個名次都很重要 對 非常重要 目前是二三六七 邏輯這裡的名次也就代表 第五名也會有可能影響比賽的勝負了 對 關鍵的影響勝負的跳台區域 究竟名次會不會轉變呢 目前的話葉明在第三名 欸 平棋派過去了 平棋派直接過去看起來EV發生了 關鍵的失誤這個地方 一二名都被對手拿了下來 第二名的葉明有沒有機會守住 這裡十一雖然超車 但是這個名次是贏不了的 十一葉明有沒有辦法守住 很可惜 最後 葉明還是有站到第三名的位置 沒有想到在這個地方 邏輯具以一三六七名做收成功的 3比0的小美冰淇淋就是不講武德 讓他們吃了一個大鴨蛋 哇 這個3比0也是 開場沒有人可以想到的一個比分 這一場平棋派非常非常關鍵 是一路跟著EV的一個後面 然後找時間超車還要把EV給推下去 而且這三場比賽 我們前面一直講邏輯具這隊 雙王組合雙王組合 但我必須老實說 這三場幾乎本上就是平棋派 一個人的頂尖個人秀 第二場比賽雖然他不是前面的名次 但是他也成功搶下了後續的第六名 幫助隊伍以中段名次獲勝 所以這三場比賽表現下來 平棋派的個人水準 絕對值得說我們直接給他這個對局 頒一個MVP喔 沒錯 另外還有一個關鍵點 是讓我們賽前講到的是 羽滴跟刷珠阿宇這兩個位置 他們不斷的守住中間名次 不讓對方可以搶得比較好的名次 也非常非常的關鍵喔 那有好幾局也是 因為他們守住中間名次的一個位置 也讓我們的葉民跟平棋派 比較好搶到一個比較好的名次喔 比較沒有壓力喔 因為其實在預選賽的時候 我們很常看到的畫面就是 葉民加平棋派 VS 11加EV 但是中段名次都被 他的那個 被我們的小貓跟阿伯給拿走了 對 所以抓抓宇跟雨滴 沒有拿到中段名次的情況下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大比分 輸給了不講武德 但是在這個地方 他們反回來 他們扛起來的中段名次 又反過來3比0T的小美冰淇淋 對 哇第一張又是來到大家最喜歡看的一個 墓園系列的地圖 品牌上邏輯軍對上小美冰淇淋 不講武德第一場比賽開始了 對 那開造具的部分的話 是有一些冰球 阿伯送上第一名了 這麼早就吃到冰球了 對 手上吃到冰球 但是阿伯手上這根香蕉 什麼時候要放 捷點區 但是後面是隊友 他可能會想 對後面是隊友 哇 冰球來了 夜明的冰球直接轟在阿伯 臉上阿伯出事啦 這裡雨滴跟平奇拜來 到了一二名 一開始就想說 哇靠這麼多冰球 那有得玩了 沒事這畫面我們說 又是夜明 這個冰球直接扎在對方面上 一二名直接從遊戲中 他們這個不叫登出喔 他們直接跑到了看都看不到的地方去了 一開始這個冰球吃到 然後又剛好這個位置 同一個人 同一個點位 同一個位置 然後炸到對方兩個人 現在最糟糕的點是雨滴 不但瞄不到 甚至後面還有一個平奇派 可以幫他吃招 對 那只剩下十一跟阿伯這邊的道具 究竟能不能 而且抓抓雨跟夜明 還在小美冰淇淋一個人旁邊搞怪 而且這裡想停車 打到自己人 欸這個 欸不一定了喔 我怎麼覺得有一點點變多了 平奇派也掉了下來 欸這個地方 該不會 路障 喔擋到了 定質第一 哇這個領先的是很多沒錯 但是水昌也來了 手上是有盾牌的嗎 沒有盾牌 直接掉了下來 天使放得好慢 但是這個地方已經追了上來 該不會 現在前級的大優要在這個地方奉送回去了吧 甚至還遲到了飛彈的攻擊 阿伯來了 直接超車來到雨滴前面 這裡再次一個火焰飛彈 有靜止第一 擋到了 不過目前阿伯跟EV逆轉了 這個直線 哇這種優勢都能被逆轉了嗎 這個你敢信 這個我真的不敢信啊 沒有想到阿伯跟小貓現在 反逆轉來到一段不休的女生 但是阿伯跟EV都下去了 平奇派跟雨滴也上來了 還有機會 這個 直接躲過靜止第一的道具 這一場還有得說 不一定盾牌 但是我們看一下 右上角小圖騎士 兵器判人不見了 最後終點線其實顧遠處 沒有想到天大的優勢 竟然羅技軍就這樣子 直接玩到沒了 這個放數擋到自己人 這個還 恩 恩 有點尷尬啦 不過這一場確實是 一開始的優勢 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對 不過最後的獵勢也是自己創造出來的 對 那個地方擋到自己人 導致對方中鑽名刺 沒有受到你們的壓迫 他們可以放心的把招往前放 對 阿平奇派其實已經吃了很多招 他已經完成了他的職責 對 他負責幫他的隊友吃招其實是合理 但是他吃完招以後 輪到了前面的雨滴吃招 那就沒有辦法 對 而且可以看的說 雨滴領先真的好多好多 他是吃了大概 三四個水蒼蠅啊 一堆 有的沒有的道具 才慢慢被追上 然後還被飛碟換 然後還被火焰飛彈緩 因為後面都是敵人 二三四五全都是敵人 對對對 好 像素春陣 像素春陣 小美冰淇淋目前1比0 領先了羅技軍的隊伍 那這裡的話 目前氣泡 剛剛表現優秀的阿伯 現在也來到了首位 對 走一個內線的一個位置 哇 這裡的話其實沒有吃到道具 對抓抓魚而言很虧喔 是 尤其在後面目前扮演追逐的一個 角色 手段是沒有道具的 這個一定要吃到 斷位 吃到了 加速 吃到一個加速 要放嗎 開戰器 從 喔 龍拼這個壯術 他選擇這個點是比較有風險的 因為那邊有一個機關會循環 這個壯術算是有點虧 手上一顆水球 但是這個距離水球應該是砸不到 對 可能再來算一下 餘地已經被炸到了 他被插後面的隊友 用東西攻擊這個地方 蒼蠅招呼的情況下 直接打在了對手臉上 抓抓魚再來炸一次一個冰球 小美11 小美直接炸了紅方的兩名成員 哇 11這一個冰球 可以 欸 剛好在 飛起來的時候 又在空中被擊墜 閃電打下來 這裡EV直接一個停車 想幹嘛 想要雙吃然後卡對方的道具 哇 這個是有機的一個道具的想法 進到這個是一個解飛的跟香蕉皮 而且還卡在對方的前進路線上 這個EV的位置的話 但是自己本身是第一名喔 在一個雙吃 但是拿到盾牌跟掃描 目前兩邊的一個民視蠻接近的 哇 這一個烈焰的一個飛彈 雨滴被緩了好久 好久 好久 可以緩了很徹底 這個冰球沒有辦法招到任何人 前面的EV 哇 又一個雙吃 今天他直接一個雙吃 把對手倒下掉下去了 對 而且雨滴目前手上還有一個 我們的加速 鳳凰加速 喔 鬼頭來了 喔 甩回來 雨滴這個 好強 好強 雨滴這裡的話 看起來是想要E反 在這個地方 擋不住 蒼泥上去 又飛彈又來 手上沒有防御 道具被緩速 這個盾牌放完了 11 這個地方 11要率先通過了 終點線 沒有想到在這個地方 小美冰淇淋反過來 剃了我們羅技軍 一個道具賽的光頭是2比0 戰勝了他們 哇 這個太多太多道具了 最後的雨滴已經表現得很好 他克服了那個鬼頭 然後最後又撐到第二名 道具真的太多了 然後11直接 更 補上的第一名 太精彩了 真的是太精彩了 加上第一場就更精彩了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 對羅技軍 也算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消息 因為其實他們 甚至連道具在第一場比賽 幾乎都是已經 確定勝負的情況下 送掉 然後結果讓對方 趁身追擊 直接2比0 剃光頭 等於是你 其實最後只比對方 多拿一份 對 其實對於小美冰淇淋來說 算是鬆了一口氣 對 就是還好 趙機舞還有拿2分 比賽還有得打 還有懸念 K1聯賽最後誰晉級都還不一定 你知道現在最有趣的點在哪裡嗎 因為理論上來講 前面 快車肉乾 是拿了5分 贏了蘋果西打 然後但是他後面 輸給了震光景是高 今天好像是個混戰的局面 對然後小美跟羅技則是兩敗俱傷 各拿3跟2 那蘋果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蘋果西打跟品克 其實現在1到6名的分差是很近的 對 B組是一個 好